音乐 AutoCED软件是由美国欧特克有限公司出品的一款自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可以用于绘制二位置图和基本三位设计 通过它无需懂得编程即可自动制图 AutoCED具有良好的用户界面 通过交互菜单或命令行方式便可以进行各种操作 因此它在全球广泛使用 可以用于土木建筑、装饰装潢、工业制图、工程制图、电子工业、服装加工等多方面领域 AutoCED能根据用户的指令迅速而准确地绘制出所需要的图形 具有易于校正错误以及大量修改图形而无需重新绘制的特点 并且能输出清晰、准确的图纸 其基本功能可以概括如下 一、绘图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命令及参数 单击工具按钮、执行菜单命令 绘制出各种基本图形 二、编辑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命令及参数 单击工具按钮、执行菜单命令 修改、编辑图形 三、图形显示及输出功能 AutoCED可以任意调整显示比例 以方便观察图纸的全貌或局部 AutoCED支持所有常见的打印机和绘图仪 四、高级扩展功能 AutoCED提供了一种内部编程语言 AutoLisp 使用它可以完成计算与自动绘图的功能 在AutoCED平台上 用户还可以使用功能更强大的编程语言 如C、C++、VB等来处理较复杂的问题或进行二次开发 安装AutoCED2014简体中文版 以下简称AutoCED软件后 启动AutoCED即进入草图与注释工作界面 在工作空间、工具栏中 可以自由切换适合二维或三维绘图界面 包括草图与注释、三维基础、三维建模、AutoCED经典等界面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AutoCED基本操作及应用 AutoCED界面 以AutoCED二维绘图经典界面为例 介绍其基本内容 一是菜单浏览器 二是标题栏 三是菜单栏 四是绘图区 五是其工具栏 六是命令窗口与状态栏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AutoCED二维绘图经典界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菜单浏览器 单击左上角的菜单浏览器图标 在展开菜单内可以进行 新建、打开、保存、另存为输出、打印、关闭等操作 二是标题栏 位于界面的最上边一行 显示当前文件名 标题栏的右端 以此为最小画 恢复窗口大小 关闭三个图标按钮 三是菜单栏 位于标题栏下方 它由一行主菜单及下拉菜单组成 点击任意一项主菜单及产生相应的下拉菜单 命令后更有符号大于号表示该命令还有下一级命令 命令后更有快捷键表示按下快捷键即可执行该命令 命令后更有点状符号表示选中该选项时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可根据具体情况操作对话框 命令员成灰色表示该命令在当前状态下不可使用 四是绘图区 屏幕中间的大面积区域为绘图区可在其内进行绘图工作 绘图区的左下角显示当前绘图所用的坐标系形成及坐标方向 AutoCED软件提供了WCS世界坐标系和EOCS用户坐标系系统默认WCS的俯视图状态 五是工具栏 绘图区周围任意布置的由若干图标组成的条状区域我们称为工具栏 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相应的图标输入常用的操作命令 系统默认的工具栏为标准、特性、样式、图层、绘图、修改等 如果需要使用其他工具栏 可以右键点击工具栏侧面空白处勾选所需工具栏 六是命令窗口与状态栏 位于界面的最下方 命令显示区显示已操作的命令信息 操作输入区 在没有执行任何命令时该区为空白 输入某种命令后 该区将出现相应的操作提示 状态栏位于界面的最下面一行 用于显示控制当前工作状态 状态栏左侧自动显示光标点的坐标值 状态栏中的若干按钮为多种可选功能开关 加量显示的按钮其功能为开启状态 右键点击状态来控板处 可选择显示所需项目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